而這兩天大家都關注啊 在圈納已適到高雄期間舉辦 創造的商議好像沒有當初來的這麼多 不是說會有50億的商機嘛 但實際上恐怕只有8000萬 那麼在議會質詢的時候呢 當然議員也要問問韓市長這相關的內容 結果啊這韓市長感覺是好像有點達非所謂 因為就有人問說 那你覺得高雄市府在這一次圈納當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韓市長就回應說 很歡迎圈納來高雄 什麼意思 完全沒有回答到問題啊 而其他的幕僚似乎也是在幫倒忙 上次官權局長呢 他都一直口頭打pass 可是講的也不對 而至於演考會的主委 只是忙著递小抄 但問題是韓市長後來給的答案 董事長在場的議員 大家都聽得不煞煞 請問市長 高雄市政府在這次春納活動中 扮演什麼角色 議員執行春納 高雄市府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韓市長大費所問 我們非常歡迎 他們從屏東辦了25年 第一次來我們的高雄 我們就是非常非常的歡迎 不是歡迎 大家都歡迎 我也歡迎啊 大家說你扮演什麼角色 到底在講什麼 議員忍不住追問 只看到觀光局長潘恆旭 嘴巴動很快 忍不住打pass 我們這個一般標準的講話 叫指導單位 指導單位好 指導單位有沒有給予什麼協助 除了指導以外 沒關係 趕快 小超趕快送上來 尷尬 嚴考會主委幫忙递小超被抓包 動作之大 畫面全都錄 只是神救援有用嗎 潘局長你坐太遠了 很可惜 你要坐近一點 你這樣講太大聲了 來 打pass被抓包 觀光局長潘恆旭也面露尷尬 你預估這次春納活動 為高雄市帶來多少商機 票是收入一種 吃是一種 餐飲是一種 所以你這個要整個去統計 我不要讓記者說你跳針的 雞同鴨獎發大財 這個是商業行為 票的收入是你拿走的嗎 票的收入你怎麼可以當作商機 不管議員怎麼問 市長韓國瑜狂跳針 答非所問 這次又因為去那議題 韓式的跳針應對 又讓人開了眼界 三星五南部綜合報導